王歇平因为参加了《乘风破浪》而掀起一阵被一杀 不仅是他本人 就连和他一起主演了《微笑pasta》的张栋梁 也一直被拿来讨论 说起来不只是这部剧是我们的青春 而他也是我们的青春之一 张栋梁出生于沙拉月古静 今年41岁 而说起他 你会想起哪首歌 是《陈明曲黄昏》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还是《北极星的眼泪》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其实这首歌是翻唱自新少年俱乐部 于1993年发行的同名歌曲 虽然它不是这首歌的原唱 但张栋梁的版本真的烙印在心底了 2002年他参加了马来西亚X-Raw新秀大赛 演唱了《黄昏并获》的冠军 也成为了他的《陈明曲》 2005年更是凭着《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和《寂寞边界》这两首歌走红 之后张栋梁正式到台湾发展 不仅发行的专辑 也出演了第一部电视剧《微笑pasta》 这部剧当年更是以6.6亿%的收视率 打破台湾武相剧记录 现在中国还准备翻拍这部剧 虽然它当时是第一次演戏 但演技自然加上那微笑 就这样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微笑王子了 这次的王心灵效应也让大家开始关注起张栋梁的动向 近几年都没有太多新作品的他 还曾被网友吐槽 最新撤拍照很有畅商感 个个变成了叔叔等评价 但在最新写生照片中 穿着黑白色调的衬衫 散发出满满的成熟男人味 让粉丝大战依然好看到不行 除此之外 大家都喊话 希望张栋梁可以参加披荆斩击的哥哥 因为在那之前已经确定会有第二季 并且改名为披荆斩击 甚至登上多个热搜 披荆斩击的哥哥能请张栋梁吗 更是一度登上抖音热搜榜第一名 面对网友的热烈要求 当事人曾在IG story回应 表示要大家冷静 经纪人也对此正式回应 表示非常欢迎各类型工作邀约 时间上如果可以配合 他们会很愿意配合 经纪人这个回应让网友非常兴奋 再次喊话 节目组一定要邀请张栋梁上节目 希望真的可以蹲到他上节目 或者出个新作品也好呢 给了一件事 没关系 您为了 我们期望 师朋友应该 给了一件事 eri